好,来到我最喜欢的最清楚简单简明二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的题题 来三角形ABC当中已经知道AB 然后呢,如果G是三角形ABC的重心是求C点的坐标 所以你已经看到了嘛 重点就在于重心这两个字,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重心,重心的公式是什么 好,那重心的公式非常之简单 我想你应该都已经马上想起来了 就是三个顶点加起来除以三 好,那我的习惯呢,还是会把图画上来 虽然不一定会用得到 好,重心G OK,那我们的重心的公式 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个加起来除以三 好,所以重心G等于-11 那它就会等于X坐标加起来除以三 跟Y坐标加起来除以三 来,X坐标加起来-2加7加A 然后Y坐标呢,3加-1加B 好,那我们整理一下呗 -2加7就是5嘛,所以A加5会等于3乘上-1 所以A就等于-8 好,B的部分呢,3-1是2 所以B加2会等于3乘上-1 所以是3 所以B的值呢,等于1 那我就知道我们C点的坐标呢 就是-8 多点1